由黄牧师分享信仰成长的真意 很多人以为 最能够理解、明白信仰 甚至做得最好的 一定是最聪明的人 但是 既然信仰的设计 是神给予所有人的礼物 这样 就算是最简单 内心最单纯的人 他们也必定可以在信仰上做得好 因为 神从来都是看我们内心的神 只是人的复杂 以为做好表面 就能够欺瞒神 才让信仰变得复杂 所以 在神的设计下 其实信仰从来都不复杂 并且 简单来说 就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在自由旨意中 选择向好方面的成长 当成长到某个阶段 神也会与我们互动 但假如 我们是选择向坏的方面成长 这样 就与罪开始互动 而这个简单的原则 也解释到 为何有人会在信仰上 经历不到神呢 原因 正正就是因为 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叉了 同样地 就正如为何 又说牧师与石安的大兄姐妹 他可以在这条道路上 接触到神呢 原因 很多人没有想过 这条行线同行恶道路的终极版 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 有一个人 他在人生行线道路上 只是行得半桶水 慢慢复复的话 其实 他是不需要神的帮助 因为 假如只是慢慢复复的话 每一个人 凭自己的力量 都可以做到 因为 他并不需要 附上生命的代价去行线 亦因此 不需要神的帮助 亦能够做到 但唯独各班 在人生行线的道路上 愿意走到终极行线的地步 甚至乎 行线的方式 不是自己想出来 好像人们理解为 慈善事业 或是好心人的程度 当他们是 以神的标准去行线 并且 愿意以神所定下的方式 亦就是按着神的计划 完成神在时代里 一些不可能任务 就是行线神的线 这个方式去做的时候 他所遇见的 必然就是神的呼照 就是神呼照他去行线的线 去完成神的计划 当行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很自然 他亦需要神的帮助 而神亦介入到他的生命里 就正如阿巴拉罕 他行线的程度 当然不是慈善事业 或是好心人的程度 他是被神呼照 先完成神的计划 去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去为神献上以撒 这个才是神眼中的线 亦因此 他的生命 亦有着神介入 因为 在这个行线的过程里 自己是做不来 唯有神的帮助 才能够完成 所以 很多人说 自己遇不到神 但是 其实 苦心自问 他们行线的水平 并不需要神的介入和参与 甚至乎 一个有良心的爱帮人 都做得比他们好的时候 这样 神又怎样会需要介入他们的生命中呢 因为 在行线的路上 只是妈妈夫妇 半桶水的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神介入的话 只不过 将一件简单事情的难度 降得更加低 所以 这个根本不是神需要介入的程度 然而 假如有人愿意行线到 好像阿伯拉罕的程度 神才会介入 同样地 对于普通人来说 当他行线的时候 假如只是普通的水平 他不会遇到魔鬼 然而 假如他行线的程度 是非常厉害 甚至乎 是到达杖心独运的程度时 这个人 也会遇到魔鬼的介入 就是有魔鬼会在他生命里面 让他更恶 发挥更大的果效 原因 这个就是神对于人生的设定 就是当人行走向生命道路上 亦就是属灵之路的时候 亦可以选择走向线 或是走向恶 但无论哪一个方向 当走到越终极的时候 走向线的 就会遇到神 走向恶的 就会遇到撒旦 因为 走向线的 需要有神的帮助 才能够在线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同样地 走向恶的 也是需要撒旦的帮助 才能够在恶的道路上 走得更终极 因此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会明白到 为何石安与其他教会 那么不同 以及为何石安所行的路 才会遇到神 原因 正正正是因为石安所行的路 是其他人 其他教会不敢走的 因为 其他教会会觉得这条路 太艰辛 标准太高 生活上 太过限制 但是 当他们维持自己觉得 适合的生活时 在他们所行的道路上 却看不见神的踪影 不会遇到神 因为 在他们所行的道路上 根本就不需要神的帮助 也能够继续走下去 任何一个妥协 堕落 卑鄙的危君子 也能够做到 这样 他们又怎样会需要神的介入呢 这就是为何 我们在生命的两边互动之间 一边的互动会走向撒但 另一边的互动 却会走向神 圣经告诉我们 有些人会做一些 明知是错的事情 例如 讲大话 诡诈 这样 他们的父 就是撒但 因为他们一开始 已经知道是错的 然而 他们却选择继续执行 在错误中成长 在人生的互动里面 选择错误的事情 而提供他们错误的动力 就是撒但 但另一边 却是很简单 单纯的人都会做到 只要这个人 真心爱神 听完真理后 立即执行 没想太多借口 只是一心 想着如何分配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 调动和置律 这种选择行传正确道路的人 到了某个阶段 到达人的终极 未能继续进步的时候 神就会看着 他成长到终极的缘故 开始与他互动 给予那些人呼召 意仗和声音 但这些呼召 意仗和声音 从来都不是让他 走一条容易 轻松的路 原因 成长在正确中的目的 不是要成就丰功伟业 在神看来 最重要的 就是要锻炼出 拥有更多神形象的质素 无论是忍耐 爱 精灵的果子 善恨 怜悯 在这些互动中 让他能够成长 当中 必然也包括勇气的质素在内 而历代历实的伟人 也是行走向这条道路上 需要勇气才能够完成 大胃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他年幼时 正正是因着他愿意向善进法 神就与他互动 并且 在互动中 让他由爱主的小童 慢慢变成一个爱主的青年 神也让众多的事件 去塑造他各种不同类型的特质 超过大胃所能够想象 原因 到最终 神是要呼召大胃 去成为君王 所以 在行走正路的互动中 不是一时 而是一生之久 一个爱主的小童 当然好 但他总不能够三十年后 仍然是一位爱主的小童 仍然只是完成小童的程度 假如是这样 他在信仰上 其实是从来没有成长过 所以 正如大胃那样 他在成长中 也要面对不同的抉择 面对狮子和红的时候 选择勇敢面对 面对哥利亚的时候 只认其他人没有的勇气 从事是被塑罗追杀 当有机会杀死塑罗时 他的研究选择善良 逃到阿度兰动时 他选择成为四百个困逼 欠债 心里苦虏的人的领袖 去照顾他们 甚至乎改变他们 将他们训练成为领袖 从这个角度看来 其实肯正路上 与神互动 是要一生之久 就是让我们 在肉身成长的同时 也让我们 在信仰上成长 就正如圣经记载 神喜悦主耶稣的信仰 与他的新量一起成长 《奴格福音》2章52节 耶稣的智慧和新量 并神和人 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其实当我们的新量 持续成长的时候 必然会有 小童的诱惑 少年的诱惑 青年的诱惑 以及中年的诱惑 然而大家又有没有想过 这些在不同年纪 让我们遇上的诱惑 其实也是神所设计的呢 这些诱惑 是按照我们的新量成长 而神也按照诱惑的程度 有着他指定的带领 在神的设计 就是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只要我们成长到某种程度 我们就会遇到神 然而 很多人不能够遇到神的原因 正正是因为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 当他们遇到问题时 无法做到某种程度作为回应 这个就是神所设计 生命课程难度的真正意义 也就是在生命当中 神不单磨练我们 在当中 神更让我们 在生命中作出选择 而当我们的选择 是超越某个程度时 我们就会遇到神 相反 当我们每一次都选择做到某个程度 就停下时 这样 我们就不能够遇到神 然而 这个程度又是什么呢 其实 圣经一直有提及 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 神才会介入我们的生命中 答案就是 就是当我们遇到人生成长的难关 遇到诱惑 困难 私探事 假如我们没有做到相应 宪制的级素时 这样 我们就不会遇到神 而我们可以体见 在历史当中 圣经提及到 所有真心真意 按着神的标准 愿意做到宪制程度的 他们通通都可以遇到神 成为属灵的伟人 无论是罗亚 摩西 阿巴拉罕等等 他们也会遇到神 同样地 在尤华牧师的生平里 每一次的转折 每一次遇到神的时候 也是因着尤华牧师 愿意为神行到破苦尘舟 愿意为神牺牲 献制的程度 而每次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会遇到神 因此 当有人说 他在人生中 未曾试过遇到神 其实 正正就是因为 他一生都不愿意献制 甚至乎 否定自己 要做到献制的程度 也就是说 他要其他人去献制 但自己却希望遇到神 其实 世界并没有这种 这么不劳而获的信仰人生 因此 正如刚才所说 各种人生成长路上的课题 也是神所定下的 目的 就是看看我们 在成长中 能不能够完成得有的功课 得着某种成长特质 或是在过程中 赚取到一些东西 所以 每一种试探 都有着期限 过了某段时间 这个考试就会作废 假如未能完成的话 就会错失试探背后的成果 例如 我们不可能在八十岁时 还要求神给你小童和少年人的考验 因为我们在八十岁时 也会有处八十岁的考验 当我们胜过八十岁的试探 才会保证我们在这个年纪里面可以遇到神 这个就解释到 为何在历史上 很多为人 只是好像流星那样 某个时段 他们的生命当中有神 但到了某个岁数 神不再与他们同在 在信仰上 变成无疾而终 原因 他在幼年时 他有绝本前 愿意为神献祭 但到年老时 他不再愿意为神献祭 这样 神的恩高 神的同在 也会在他身上消失 原因 在他十岁 二十岁的时候 亦愿意献祥十岁 二十岁的祭物 但到了四十岁时 当他只是研究希望献祥十岁 二十岁的祭物 不愿意献祥神所设计 四十岁的祭物时 这样 神就不需要再帮助他 也不会介入他的生命里面 而神的同在 也自然消失了 原因 神的要求 也会与他的成长 他的身量 相应的提高 而神期待 他能够随着年纪的增长 献上更大的祭物 这样 神的加入 神的带领 更是可以随着年纪而增加 所以 不同的时段 神会有不同的试探 去让我们作出不同的献祭 大家可以想想 当你已经八十岁 失败的日子 已经到来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胜过少年人的私欲 因为 你已经是老年人了 那时候 才胜过少年人的私欲 又有什么可夸的呢 所以 正如大会一样 我们的身量 以及神对我们的喜悦 其实 是要按照我们的成长 而一起增加 而因此 神会千篇一律地 让我们三十年前 与三十年后的考验 仍是一样的 这是绝对不可能 每一个年纪的成长 神对我们的智律 对我们的性格的塑造 对我们的带领都不同 只因神看得起我们 知道我们能够完成 祂所设计 常人不能够完成的 熟灵创举 就正如 神在最起初 给予阿伯拉罕的考验 只是要他离开 本地本族父家 但接着 当他有孩子的时候 神就要他献上 儿子以撒 两种考验 当然是完全不同 在程度上 也有着极大的差距 因为 在最大考验的背后 就是信心之父的呼召 并且 阿伯拉罕不是要读完 博士学位 才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 当中 我们看到一条轨迹 就是人们可以选择 在邪恶方面成长 与撒旦互动 同样地 人们也可以选择 按着人的善良方向成长 与神互动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会明白到 为何数星期前的主日讯息 我们会分享到 今次的新冠肺炎事件中 所有国际性先知 都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感 而差不多一年后的今日 仍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原因 他们在年轻时 愿意行响正路中 用一个简单 顺全的心 与神互动 但当他们长大 成功了后 他们却选择用血气维持 因为他们在成功之后 再也没有成长 也因此 神也不会再与他们有互动 所以 也没有下一个阶段的带领 因为 神只会与我们的成长去互动 假如当人已经成功 开始贪安殊 享受人生一切美好事情的时候 自自然而 他们就不愿意再为神冒险 并且 停下来 不再成长 到了这个时候 神又有什么 可以与他们互动呢? 所以 这一切一切 全部都是涉及 我们的内心世界 在行为上 各有各的不同 导致很多人 看圣经时会混淆 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其实 归根究底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人们向这两个方向成长的结果 撒旦的互动 是我们在邪恶方面的成长 但神的互动 是我们在善良中成长 所以 只要我们愿意成长的话 神的互动就会越频密 越真实 就如以往 当尤华牧师中年少时 神在他个别的成长中 给予很多印证 但当他成为石安狗的牧师时 神更是将印证 给予整间教会 原因 这种互动 已经由个人身份 转到全间教会的身份 而当教会整体 也愿意成长的时候 神也当然可以 跟整间教会互动 所以 这个也解释了 为何在一众教会里面 唯独石安 会有着这种超然的带领 达到一天都不偏差的程度 因为 当我们整体 也愿意成长 为神冒险的时候 神自然也会回应 让我们的内心与我们互动 所以 虽然很多教会 也会羡慕神给予我们的带领 但他们却不会拥有 原因 他们看轻了在信仰上成长的重要性 在他们的中派中 牧师和教会 从来都不看重成长 他们只看重安书 如何以教会之名 建立出优质的社区 赚钱的工作 美好的生活 他们从来都没有在认识神方面 有着任何成长的概念 所以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安住神所创造的世界 这些人 他们虽然信主 但是 他们从来都不是想遇到神 其实 他们只是想遇到安书 就好像其他的外邦人一样 所以 他们就好像其他的外邦人一样 可以遇到安书 但从来都不会遇到神 但真正能够遇到神的一群 他们所付的代价 就是牺牲、献制 亦因此 他们可以遇到神 但是 这帮信主 信得好像外邦人一样的基督徒 自己信仰 是差到如此可怜 可悲的程度 亦都不自知 所以 他们才会想到 要将福音本土化 也就是 将信仰打造成社会福音 去配合他们尋找安书 而不是尋找神 所以 当他们不断说平安平安的时候 最终 神的审判来到 和患来到 他们也都不自知 因此 对于这帮不会尋找神的人而言 他们当然更会看清神的话语 觉得不重要 甚至乎 他们自答出主日学的一刻 就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 在信仰上已经长大成人 但是既然生命与成长 是神所治愈 这样 属灵成长 又怎会像其他教会所理解 是可有可无的呢 大卫的例子 更是让我们明白 当我们的新娘 持续成长的时候 其实 亦要我们与属灵上的成长匹配 这样 神才会持续加入我们的生命 无论我们以为自己已达到哪一种高位 其实 只要我们愿意成长 神也能够跟我们互动 就好像神可以成为大卫 所罗门的带领一样 就算他们是皇帝 神也可以带领他们 所以 反过来说 当我们的属灵 没有跟随我们的新娘 一起成长的话 这样 神就不会加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多教会 正正是因着他们错失这一点 导致他们的教会 没有神职 没有神的带领 但是既然 神给予我们生命的目的 就是为了见证我们的成长 这样 当我们愿意 成长在正确的方向的时候 神也一定会加入我们的生命 因为 这个正正就是生命被赐予的真正目的 所以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何神会称大卫 是合他心意的原因 因为 他一生都在成长 由少年到青年 至到中年 甚至写成了诗篇 他由牧羊人到皇帝这个过程 都是合神心意 他做得最出色的地方 就是当若贵抬入石安的时候 他即使是做了皇帝 他的信仰也是持续成长 所以 神一定会与他互动 大家看到吗 这个就是他和其他人的分别 但是 很多人在信仰上 却会逃避这份成长 就好像之前所提及 那些国际先知 他们以淑灵作为起始 在信仰中成长 但却在成功之后 以血气告终 然而对比其他教会 他们已经算是绝顶优秀的一群 因为 生存在众多中派的基督徒和牧师 他们甚至一生都未试过 以淑灵开始 一生都从未成长过 然而 他们为了掩饰自己没有成长 没有神加入的事实 唯有以仪式取代成长 所以 当你看天主教所行的仪式 其实 他们真的代表着圣剑吗 这些仪式 可以取代内心的公义吗 然而 参与的人 他们连自己也欺骗 他们真的相信 当穿起这个圣袍的时候 就代表了他们的圣结 当带起圣母 他们就是主教 他们将仪式和衣着代替了一种神圣和奥秘 其实 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是将神的伟大和奥秘分割出来 藉着仪式和衣着 让人觉得神的同在临到 所以 他们以为 只要躲避在圣袍之后 他们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人生 并且立时就变得神圣 因为他们将神的荣耀 转嫁在自己身上 因此 他们不需要成长 不需要成结 不需要性过罪 只靠着着着天主教的袍 手持登台 执行尼撒 来取代了信仰 因此 为什么他们变成死而又死的宗教 导致神完全不加入他们当中呢 原因 正正就是他们的中牌 竟然做到一个阶段 顺以仪式代替成长 母乖乎 重视仪式的这群 就连他们的祷告 就好像看书读经一样外版 并且 必定要按着程序 按着某个声调 其实 明眼人都必然发觉有一些问题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原来 他们完全相反了神所喜悦的事情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神喜悦仪式的话 祂安排电脑去执行就可以了 因为 人种会有偏差 但电脑执行仪式的话 还可以丝毫不差 所以 神不是喜悦仪式 祂最珍视的是生命里的成长 所以 现在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所有神对于信仰的形容 都关于我们要好像好树结好果子 只只不会离开树干 我们要结好果子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成长中最终结的一部分 就是能够诞生出果子的成长 因为 神所创造的生命 能够发挥出真善美的结局 都是从我们的性格诞生出来 在信仰上能够开花结果 这个就是神所期待的 然而 现在很多人用上仪式去取代成长 他们就好像在一棵树上 挂满一张一张红纸 一条条丝巾 就认为这棵树已经是多结果子 这些明明就是人为加上去 不是果子 但他们竟然可以自欺到一个 近乎疯癫的阶段 以为这些红纸、丝巾 就等于生命的制品 甚至 他们更以为神也会认同他们 以为这些挂在树上的装饰是果子 这个是多可笑 然而对比仪式这种生命的假制品 这样真制品又是些什么呢? 其实 圣经早已教导我们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悔改 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真诚的悔改 这个就已经是生命的制品 所以 神不是要求我们 如果愿意信主的话 就做一个仪式 穿一件美丽的衣服 每一个人信主 第一步 必然是一个简单的悔改祈祷 这个就是生命的制品 并且是向着善良方向而诞生的产品 而由生命所结出来 性格的果实 就是最明显地 显示出我们在信仰上 生命上的成长 所以 为什么圣灵的果子 正正就是这些性格? 原因 这些果子显示出我们没有走错路 并且在行走整条信仰路的过程中 在处理自己生命中 不同年份 不同年纪 而诞生出来的制品 做到神所期待的结果 然而 对比其他教会 他们枉费几十年 在这些仪式里面 挂着叮叮当当的饰物 就以为自己完成了信仰的成长过程 但是 大家可以想想 在末后日子 神不是收割仪式和饰物 在末后大复兴 是神收割果子的时间 就是我们因主性格内涵所诞生的果子 亦因此 这些只是着重仪式 没有在信仰上成长的教会 他们不但没有神的介入 并且他们更会错失神收割的时间 因为这些许许多多的仪式 全部都不是这棵树生命的产品 只是一种掩饰和装扮 在视觉上 令到这棵树变得更加美丽 但是 仪式与果子的分别 不是这棵树在结果子上 成长进度不同 而是人为装扮 以及真正果子的不同 因此 仪式和传统成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像法利赛人 他们无论是金色和奉献 都是虚假的 当中没有半点成长 因为就算他们做一些好行为 看似是行线 然而在内心中 他们是向着不好的方向成长 才会产生虚假 又例如 喜欢人的荣耀 亦是在不好的方面成长 才会有这些习惯和造作 在做行为的同时 亦是刻意让人知道 这就是反映出他们的内心 不是行善 而是行恶 所以 当我们这样分析 虽然信仰成长的理论 看似是很深奥 但是 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亦懂得如何执行出来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只要愿意诚实 简单地把真理走出来 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着好信仰 在成长中 有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介入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